這個地震所發生的位置是在深度30公里的地方 那是在比較偏花蓮南部一點的地方 那它的影響範圍比較 幾乎全島的話都可以感受到這個陣路的影響 那有四級以上的陣路是在花蓮台東和南投 那我們的國家警報有針對這三個地區在12秒 地震發生以後12秒發出警報 4月3號的花蓮地震是在花蓮比較中 比較靠花蓮中間中部的地方 那這個地震是在偏南邊的地方 我們從4月3號的地震發生以後看到它的雨震分布 主要都是在花蓮北部的地方 從不管學界的一些研究也發現說主要的可能 它可能的斷層範圍都是在4月3號花蓮中部 以北的地方是它可能比較斷層範圍移動的範圍的地方 那這個地震在南邊的地方也是 因為在當一個大地震發生以後 這整個陣緣的地方的影響結構 它會有做一些重新調整 那影響也會有一些做一些轉移 那本來北部的地方是它今天這個地震的一些屏障的範圍 因為這個屏障減弱以後 也有可能會觸發說南部這邊的地震 它會提前觸發這個地震 因為下個禮拜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所以等於山區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些山峰跟落石的一些問題 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交通上面的安全 11點的地震就是在花蓮以北的地方 是我們之前說它比較可能是斷層範圍的範圍 那我們說這個地震事實上不是在我們之前看到它主要的雨震活動的範圍 那之前的雨震活動範圍是因為這個斷層的錯動以後 產生了一個脆弱的一些地方繼續產生地震 那這個的話是屬於它硬力 從北邊轉移到南邊以後所造成的 那本來在北邊它有一些硬力的屏障 讓它可以做一些阻擋一些硬力的傳遞的作用 因為菲律賓的板塊是從東南往西北的地方移動 那有一個屏障作用的話 都會減緩一些硬力的作用 那這個硬力作用也減弱 然後硬力又轉移到南邊的地方 所以觸發了一些南邊的地震上面 這是比較可能的原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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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